謝謝老師 他們都蠻用紙招 我剛才知道 像一冬子 我一直講 加碼加碼加碼 那一拍的時候都沒問題 沒問題 最後就是 都在加碼在加碼 可是因為他們 他們就夠大牌 然後還有說其實葉子 你真的不知道葉子堂 回來到底有多少錢 私人的葉子 其實私人的葉子 我之前碰到一個葉子 然後說我好朋友 他就說我沒錢 你就要幫我省 然後我就幫他這樣子室內 室內設計這樣 一直省一省 大概只花了一百三十萬左右 這樣幫他看室內設計 然後他也很喜歡 後來我就買了這個 一百萬的曲價 我就翻倒 然後他就很模糊地說 如果我不開車 你們都開車 然後他是中文系的副教授 他說我很愛書 我去換我的書 放在一個最棒的東西 他買了什麼一個 一大一個書架 花了一百萬 你有錢 其他都會幫你 就整 就做得比較好 所以你就常常很溫倒 我跟你講 他們都是這樣 對不對 他省這個省這個 然後買了一個 莫名其妙的東西 會得到死 會覺得莫名其妙的 對不對 這是重點 因為我們設計的東西 他們看不到 沒有完成都看不到 一上買車都買出價 就看得到 裡面摸到前面 一千一百萬字 都罵得到其他廚師 然後我們這消息 你都吃一百萬 蓋完再說 哎呀 我錯了一百萬 這樣就跟一百三的也比較好 所以一定有這個差別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我們設計 建築社員沒有專利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有專利 家具有專利的資料 所以書架有專利 專利不得好 然後是車子有專利不得好 所以很多他們有專利權的 裡面其實都有談到 有分別的 每一位就 建築完整體 然後後來這個書架 又被拆了 又改成了 那我就覺得 莫比其妙這樣子 就是 就是太 因為它有很漂亮的金屬構建 它貴的貴的 所以有時候 那我們是屬於很基本的 其實我們是做飽的 就是做最基礎的 做飽就是吃飽的 那其實夾菜的他怎麼 才會去買夾菜的東西 大概 希望 請教委 你 你為什麼會一直問 你是公務員啊 為什麼 在公務員 為什麼 這個是你都常常這樣子 拔拔出去 什麼這樣 好 那預算控制 我們都盡量啦 但是你就 要做一點夢 然後 就 然後 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時間很晚 對 因為大家會再講下去 會到明天早上 會想進一回事 所以這關鍵是要 還是要 就是 不在台中吧 其實點數也是 很高球 好 很高球 OK 對 我想 直接玩 然後我覺得 這樣子對話 是 我覺得 是一個很有趣的 很有意思的方式 然後我們會 滾下來 可以下去 那我們再度 很棒 很精彩 我們可以期待在差不多三四個禮拜之後 再 我們再度在這裡聚會 那我們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如果你真的願意收到 證件圖的 後續的一些 通知 或者我們的活動的資訊 那我們後面的櫃台 你們麻煩你們留下你的手機 或者你的email 或者你的任何可以聯絡到你們的方式 那我們會 我們會 我們會把這些資料都納入我們的資料 對 然後讓你們能夠 即時掌握 每一種的資訊 好 那也 為各位自己拍拍手 我們今天 終於 謝謝各位 那我們就下次見 謝謝 拜拜 謝謝